这个呢,是生长在阳光充足,又跟龙岩很像的果子,它叫无患子。 无患子含有丰富的造干素,无患子的果壳可以搓出丰富的泡泡,被誉为大自然的清洁剂。 北有造角,满有无患,皆可当肥皂使用,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 今天用无患子和侧柏叶做个让头发长得更多的好东西。 我们用无患子200克,侧柏叶200克,和手屋50克,苦丁茶100克,桑叶100克,女榛子100克。 加入纯净水熬煮,把植物精华熬煮出来,清洁头皮,疏通毛囊,让头发更加容易吸收。 再加入养发护发的山茶油200克,滋润发丝的碧麻油200克,清洁头皮的椰子油200克,和植物精华水搅拌完成初步的造化。 在造化过程中,产生的丰富甘油会在清洁头皮,同时达到洁净又不干涩的喜感。 传统手法熬制精华,手工制作,方法是涂了点,但是成分天然。 天然健康的洗护方式,帮助头皮恢复到原来的健康。 令头发自然柔顺,不黑蓬松。